神色自若 微笑走出法庭 这是22年前的陈水扁 当年他是年轻有为的人权律师 因为担任蓬莱岛杂志社长 刊登文章指控冯沪翔抄袭 被冯沪翔告上法院 最后以诽谤罪判刑八个月确定 这场牢狱之灾 为陈水扁的政治路累积厚实能量 台北市议员陈水扁听到宣判后 当庭表示将放弃上诉 这场官司当年的老战友谢长廷 陈菊带领大批支持者 法庭外相挺到底 最后还拍下这张 在陷阱严密介护下 慷慨负义的照片 当时的陈水扁 是捍卫言论自由的精神象征 而这位人权律师出狱之后 在政治上更上层楼 从立委台北市长到总统 三级贫护之子 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人 也创下第一次政党轮替 陈水扁改写了台湾历史 八年前他是台湾之子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成了年轻人奋斗学习的目标 但八年后 前面啊前面啊 因为涉嫌收贿侵占 炸领洗钱 未造文书五大罪名 被收押的陈水扁 再度创造历史 成为史上第一个 被收押的现任元首 进了台北看守所 二十二年前入狱 他带着微笑 这次他脸上一样挂着笑容 从容不迫 只不过 职人扁的身份 从人权律师 变成探务总统 记得众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